第二题甜思诗写下一未饱和食烟水溶液的重量百分浓度计算是如附图 有关此食烟水溶液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重量百分浓度的公式就是底下这边是溶液的克数 上面是溶值的克数然后乘百分之一百 所以我们从题目上可以看出来这15克呢是所谓的溶液克数 这个一点二克呢是所谓的溶值克数 也就是15克的溶液里面含有溶值一点二克 因此第二题问我们说有关此食烟水溶液的叙述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当溶液为15克时溶值为一点二克